第四章 认识佛教 人能生存在这个世界着实不容易 生活压力无处不在 灾难打击不期而至 自心的堕落令人厌烦 然而似乎又不得不随波驻流 难道就这样一直到老 能否摆脱苦恼如何找到光明 这些疑问促使我们去揭示命运 出离痛苦 超越自我 当我们在这个着染的世界 试图寻觅一方洁净的精神家园时 我们最终会走进佛教 一 佛陀应试 很久很久以前 家设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教化众生 有一位生生世世 一直在追求真理的护明菩萨 他悲天悯人 刻苦精进 经过漫长时节的修行 功德即将圆满 护明菩萨观察世间 生老病死 诸苦逼迫 众生造种种恶业 受种种恶果 无法解脱 就发大誓愿 下生人间 向众生视线成佛之道 菩萨投生到加皮罗魏国 取名乔达摩西达多 父亲是净范王 母亲是摩耶王后 西达多太子生长在王宫 享尽人间快乐 长大后的太子观察众生的生老病死 感叹世间苦痛 起慈悲之心 经常一树下结作名思 试图解开生死的玄妙 为了寻求解脱苦恼的方法 太子于19岁时悄然离开王宫 出家求道 太子首先参访当时最杰出的精神导师们 并掌握了他们的教义和修法 但他发现 这些教义无法引导他达到究竟解脱 最后他决意凭借内力 自求解脱 西达多太子来到截耶城外的尼连禅河边 独自于树下结作 视线疾苦之行 日食一麻一脉 六年之后 销售不堪的太子放弃苦行 在尼连禅河里洗去机构 接受牧女供养的乳迷恢复了气力 来到一棵枝叶茂盛的菩提树下 面向东方 结吉祥草为座 发大誓愿 不正菩提 不齐此座 太子于菩提座上出入禅定 原正神通 降伏魔怨 放大光明 目睹明星 豁然大悟 彻正无上 正等正觉 成为自觉 觉他觉醒圆满的佛陀 从此以后 太子就以释迦摩尼佛 世尊 如来 天人诗等十种尊号 闻名于世 世尊观察十方世界 溃然凯叹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唯以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意思是 世间一切生命 本体都无比奇妙 都具有佛的智慧与功德 只是因为众生 抱持自己的虚妄想象 以为真实 所以不能亲身 正德 世尊的开示 道破了宇宙的玄妙 也道尽了宇宙的玄妙 这是十方如来的心髓 是一切佛法的源泉 一切经论 一切法门 莫不以此为根本 莫不由此推演而成 世尊供说法四十九年 难以计数的众生 因听闻了他的教法 而从苦恼中解脱出来 获得永久的快乐 世尊在八十岁时 观察世间度元已尽 教化之士已毙 就舍弃肉身 在居师那成败的双灵树 视线灭盘 回到原来不生不灭 永恒快乐 寂静的境界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